最近也没有一点好转 怎么说呢 这次你们能来看望孩子们 我非常感恩 可是你要问我 这里的情况有没有什么改变 天 我说完了 我想说完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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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军 能不能帮姐姐一个忙啊 帮我把你的名字和地址写在上面 名字 一个题 一个点 这个本子和这个笔 都送给你了 好吗 好 好好学习啊 让我说 我看我 我的故事 我们没有在这儿 和我说 你觉得你读完 你得做什么 就料到这儿了 我一直没有来 队友 解决定濟 屋子有问题 这屋子肯定出了问题 根本没有送到孩子手上 所以你想要回去 对 必须马上回去 先冷静一下 好了 你让我怎么冷静 这里面肯定有人在捣鬼 这些东西对孩子 是最重要的 如果真的像我想的那样 我必须马上回去 把事警查清楚 就算今天你公司 有人在搞鬼 有人在挪款 你要怎么处理呢 曝光 曝光 你曝光你我 你公司都会受影响 好 我知道你很生气 我也很生气 但你先冷静 先好好想一想 除了这样的事 你首先想到的是 你自己的名誉 会受到影响是吗 不是 天悦 吴一扬 你听我 你太让我失望了 你先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不是为自己考虑 我是为大家考虑 你这个事情一曝光 你的工作也没了 你们公司也没了 孩子一分钱 都不会拿到你知道吗 谢谢你提醒 我自己有回办法 天悦 天悦姐 天悦姐 您知道吗 就连我们收到的感谢信 都是伪造的 敢做这事 这人职位一定不低 我知道是谁 您知道 是杨美玲 杨助管 坐吧 她已经有一个星期 没来上班了 行政总监也联系不上她 看来这事我们也想错 出现这么大的问题 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我作为公司的领导人 负有最大的责任 是我用错了人哪 那我们赶快报警吧 为什么要报警 把她找回来啊 有什么证据 能说一定是她做的呢 就算不是她做的 也要找回来问清楚才行啊 那我公司的名誉怎么办 天悦 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 但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没错 这事肯定不止杨助管一个人 你能想到的我都想到了 这么大的项目 从研发到现在两年的时间 公司投入了那么大的成本 她杨美玲再厉害 也不可能一个人全黑掉 你是说 有可能杨助管和她手下的人 都参与了 所以我说这个事没那么简单吗 我需要从长计议 你先去忙别的吧 可是白总 现在局面已经失控了 我们送去的东西 他们没有收到 我确实低估了杨美玲 这些人的贪欲 这也是我必须要做出自我检讨的地方 不过天悦你 你也别太担心 事情没你想得那么糟 我马上联系投资人和赞助商 物资会在第一时间补发过去 但是这一次 我将交由你全权负责 不知道我这样的处理方式 你能接受吗 我接受 我会尽全力把这件事情做好 但是白总 这可能是我为公司 做的最后一件事 天悦 你别那么冲动吧 我很冷静 但我真的过不去 我自己心里这个坎 对不起 白总 天悦 你别急着做出决定 先把海南的事情处理好 剩下的事 我们日后再说 好吗